为什么说英国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为什么说英国在现代文明当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们要承认 有很多文明对人类都有的非常重大的贡献 比如说希腊 罗马 比如说华夏文化 比如说阿拉伯文化 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明 但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来看 我们认为英国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 美国思想家麦克诺瓦克 曾经说过把所有的领域都加起来 没有一个国家诞生的伟大人物 要比英国更多 一个小小的岛国 孕育出了像莎士比亚 牛顿 休莫 达尔文等等伟人 既在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伟人共同打造的英国 孕育了现代文明的四大核心要素 也就印证了那句话 没有英国就没有现代文明 自由思想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系统 从法治民主到市场经济 自由理念渗透其中 中国经济学家徐晓年曾经指出 自由是手段也是目的 这些珍贵的价值理念最早都是在英国诞生的 并且逐步传播至全球 在人类的政治命题里边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很关键的一个命题 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一直是最古老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在英国 2015年国王被迫签署了一个文件 党宣章 他确立了宪政制度 将国家最高的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 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了人类文明的超级事件 为后来的代役制 普通法 陪审团等等制度设计 都提供了启示和保障 商业文明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市场规模 而是私有财产的保护 英国历代思想大师都强调 私有产权是商业文明的灵魂 英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 确保了财产的安全传承 这种对私有产权的坚守 使得英国在经济上长期繁荣 成为商业文明中的代表 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 理性思维和实证实验方法 英国从13世纪开始 罗杰培根爵士就开始提向经验主义 到了17世纪 弗朗西斯培根通过实验方法 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再到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 英国的科学家的贡献 无疑是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引领了数次的工业革命 读懂英国就是读懂现代文明的基石 这不仅仅是对现代人文明的必修课 更是一个反思至深 能够清醒决策的重要依据 英国的历史传承和贡献 深刻的影响着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生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大叔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209年 1月2日 1月3日 数字幕 2,1月3日